这项中华日台高级的顺慧电 修建在文化寿工中电池 在这台行动博物馆里面 有完整的中华日台高级的电池相当烦恥 这项高级的电池多长 都是真真吃日台所修用的高级 其中南宋的整个五金城 已经是高博企业的受众 目前全世界的只存三个非常丁杰 那这次我们钱币展览 内容包括最早殷须时代的被币 一直到秦始皇战国时代的 各项的被币、钱币 包括刀、布等 一直延续到清末 所以包括我们的元宝 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是这一块南宋真九五银定 这个是我们列入国宝级的钱币 元宝 这种事项非常少见 在这项高级的电池多长 当中民族可以清楚了解立体股材的恩兵 早期的钱都是无风际上用品 所少设计的製造 春秋战国时钱币还没统一 各国的钱币有不同的形式 那这个就是以前人的农具 农具就是铲子 铲子的缩小板 它就变成这种钱币 你看它这个是铲子 完全是一个铲子的形状 这上面还有缅纹 中华的国族一直到秦条 这都会成为元宜来风的形状 这款通报也要在圆阳寺秦条时代 中华文化里面 钱币这一部分 这个钱币是占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一直影响到清代的这个末年 所以这个中国钱币形成的这种 外源内方的形式就是从秦半两开始 一直到清代末年 这项国族的第一站点出 中华文化处秦行之二十八号 对于有兴趣的民众 不要放弃这个参观的机会 记者以免委 插王报道